今天的主题 气 那这个气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气呢 我们讲气也有先天跟后天吧 气啊 气它其实它是一种锻炼出来的东西 锻炼出来 那先天之气呢 其实你一开始 刚刚讲的一出生呢 你一定要先吸一口气 在妈妈肚子里的先天之气是靠期待在供应 所以你一出来呢 就后天之气 就开始吸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空气 我们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有4900万的人确诊 距离我们上次为大家做报告 已经是翻了一倍以上的人口了 所以这些国家的许多的人命都因为新冠病毒 产生了生活都需要做改变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再次跟大家强调 我们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来改变这个黑色打地 就是我们的平甩的力量 平甩的种子必须要骗洒各地 所以我们的目标今天做这个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的做分享 多多的订阅 多多的按赞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让平甩怎么样 跑得比病毒还要快 在美门平甩船岸这么多年以来 文艳师兄真是跑过了不少的国家 我们看看这世界地图 文艳师兄你可以跟我们谈谈你跑过了哪些国家呢 算一算也将近有20个国家左右 真是不简单 如果我们讲说一个人要想去旅游 还不见得会旅游到那么多国家 但是为了船平甩 比较特别是去了非洲跟印度 那我们了解文艳师兄 他这个功夫真是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最新于武术 我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学校的社团 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习武术 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 一直到入武当兵 那为什么在15岁的时候 会突然间爱好上练武功这件事情 那时候就是喜欢看电影 然后李小龙的电影 那时候正式流行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群热血青年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臭热闹 那当时李小龙给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对李小龙产生了这样的向往 以至于开始来练功夫 李小龙我看的第一部电影叫《金武门》 他们的内容就是在阐述 那时候中国是明初的时候受到列强压迫 他怎么样利用他的武术打败各国的高手 然后争取到我们的尊严、正义等等 所以那时候年轻人写气方刚 就对这个很有感觉 对总想要也要来伸张正义 那要伸张正义总不能这个功夫都没有吧 手无腹肌之力不行 对所以就开始练功夫了 那您这个从高中15岁时期就开始练功夫 后来又是什么样的因缘会进入到美门来练功呢 是有一天无意之间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 那时候刚好有一阵子呢 媒体很密集的在报道 李凤山师父的这个事迹 而且称他为台湾的黄飞鸿 因为那时候黄飞鸿电影正在流行了 就好奇看了那个内容就觉得 哇这个师父好特别哦 他也是武术出家的 而且他过去的经历是非常特别的 他曾经是那种情报员这一类出生的 他后来为什么现在呢 变成在教这个养生 有些是气功的部分 就觉得很好奇 完全是一股这个好奇心来的 所以你从精力旺盛的时候 怎么样去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 我们先来这个探讨一下 李凤山师父有告诉我们 这个经的部分呢 也有先天之经跟后天之经 你要不要谈谈你自己的体会啊 先天之经是什么 先天的这个经啊 其实没什么道理 你一个小娃一出生 他就会哭会动会要吃东西 那正是精力旺盛 他可以哭三天三夜 所以他这个经历哪里来的呢 先天 从妈妈的身上 从大自然里面就带出来 带出来这种能量 对 那可是这个能量他没办法维持很久 所以他需要吃 需要喝 需要养育 那这就是包括食物啦 然后这个空气等等 所以这就是慢慢的 这个磁量成这个后天的经历 所以您在这个年轻时候 练功夫应该比较着重在这个部分 那时候练的武术呢 主要都在练身体的反应 跟这个打击力啦等等这方面 所以这个在人体的经的部分 我们透过锻炼让自己身强力壮 充满了肌肉能量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 又是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属于神的部分 神我们也讲说有先天之神 就是我们的直观 我们的本来面目 许多的宗教许多的灵性的修行 他们都是在修出我们这个神 修出我们的直觉 修出我们的本来的面目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这个本来面目在人生当中慢慢的消失 所以我们也有后天之神 后天之神就是我们用思维 用思考 用意识 用感情 用这些作用 意识的作用去所出来的这个神 那这金跟神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不管东方西方都有人在探讨 但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特别提出了一个 这也是我们李凤山师父所传承的 就是金跟神之间 要用什么来把它串联起来呢 用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气 气 这个气可不是生气发脾气的气哦 那这个气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气呢 我们讲气也有先天跟后天吧 气啊 气它其实它是一种一种锻炼出来的东西 锻炼出来的 那先天之气呢 其实你一开始刚讲的一出生了 你一定要先洗一口气 在妈妈肚子里的先天之气是靠期待在供应 所以你一出来呢就后天之气就开始吸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空气 怎么样把这个金变成气炼金化气 这张照片非常的熟悉 我们在前几集呢 中医师的讲座里头呢 我们就有利用过这样的照片来跟大家解释 金跟气还有运动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这个水壶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水壶里头这些水就是刚刚我们文艺师兄讲的啦 你炼出来的肌肉啊 你吃进来的穀物啊 这就是我们储存在身体里面的物质层次的东西 那么这物质层次的东西呢 如果一直堆在这儿 你没有把它转换成气 就冒出来这个热气 它没有办法循环 没有办法让你的身体活络 所以呢我们如何让这些物质转换成气 也就是如何炼金化气 就是需要什么 锻炼方法 火来烧 就是你得有锻炼的方法呀 所以你这个锻炼的方法就很重要了 如果这个方法很得当 就刚好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金给它化成气 好 所以我们知道要炼金化气是不是 那炼气呢又要化成什么呢 炼气化神 炼气化神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这跟李凤善师父锻炼的时候 让我们习习归根 用神来凝聚我们的气 能够懂得调气 把气调顺 顺气 然后再把气养起来 然后再把气养起来 收炼炼气 以至于最后 那气 归纳起来 所以调顺 调顺 炼 炼 也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炼气化神 它也是有步骤 有节奏的 最早你那个锻炼身体是比较之下是等于比较容易的 因为大部分都会做运动啦 做各种健身的东西 可是你要经过这个这个气化 其实一开始也蛮冲突的 就是在自己的思维方面 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嘛 尤其像我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是练习平甩啊 第一堂课 那时候一进来就想走了 这么简单的东西又无聊 还要三十分钟 对不对 所以到底干什么呢 然后接下来又静坐 坐在那边腿酸脚麻的 很想就下课就走了 可是钱已经交了 还好不了 一直到师父出来 那时候师父都亲自跟我们做这个探讨 做开示 所以就觉得哇 这个师父真的是不一样 你一看他那个人呢 就是很正 绝对的正 然后呢 他又不会很古板 又是幽默 然后又很放松 所以说好吧 不妨留下来看一看 就看到现在二十年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那个气啊 不是刻意去做什么 思想上的调整 它是不经意的 也就是你 藉由这些简单的动作 类似像平甩 自然而然的 会改变你的心态 改变你的思维 在不知觉当中 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转化 所以才会一呆就呆了这么久 所以我听出一个端倪来咯 就是平甩这样一个简单平凡的运动啊 事实上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帮你把桥梁搭建起来了 是 把你的金跟你的神做了一个串联 整个的改变我们的思维 改变我们的意识 让我们整个人呢更加的清明通透 所以我们来一起来分享师父传的这个心法 我们来念给大家听哦 聚精在于氧气 氧气在于纯神 神之于气 有母之于子也 神明则器具 神善则气消 气它既然是一个金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它有这种从属的母子的关系 那这桥梁呢你就要好好的搭 你要好好的盖 那这个桥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搭乘的 所以要每天的锻炼 持恒的锻炼 持恒锻炼 重点就是要炼 你看我有看到一个重点哦 神之于气 有母之于子也 所以我们气要想炼得好 你的神要怎么样 要凝聚 要凝聚 神凝气聚 神善气消 所以这让我想到很多人常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 看练平甩 可不可以看电视 好问题 是不是 这个非常非常多人在看这个 所以你真的是没办法 你就看着练 如果练到有一天 你真的是想让你的平甩 能够到一个境界 你最好在什么都没有的环境底下 音乐啦 电视啦 都可以 都可以暂时停下 就是为什么需要暂时停下 要干嘛 就是要凝聚你的神啊 当你神一凝聚你的气就容易聚了 我们是不是就事半功倍呢 为什么平甩是绝佳的呼吸修炼法 它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为什么平甩是很好的呼吸修炼法 谈谈看咯 你看所谓好啊 第一个条件就是 要每个人都能够练得起 平甩实在是太简单到 你不想练不起来都不行 所以基本上 而且平甩它有个好处 你不用在意太多的 控制呼吸的方法 它利用这样 规律 规律甩手的动作 以及弹性的这个动作 让你的横隔膜自动的上下震荡 然后慢慢的能够造成你的腹式呼吸 在不知不觉当中 有听到一个端倪咯 就是它是自然而然的 形成了一个腹式呼吸的现象 是 因为它是横隔膜运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 我们看到许多非洲的朋友 文艺师兄是带着师傅的平甩 传爱到非洲去 那您对非洲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慢慢的深入到不同的 比较我们所谓的落后国家 或者是一个偏乡社区的时候 就发觉 哇 这么大的一块大地 真的是有点可惜了 什么建设都没有 就是一个生活水平 比较贫穷的一个地方 同时呢 教育水平也好 卫生条件也不好 甚至连小孩子都没办法 被照顾得很好的一个地区 因为战乱 因为疾病 因为种种不稳定的因素 其实一般大部分的所谓救援行动 都是发放物资 运送物资 对 我们看到这个 你们也是有在发放一些物资 对 这个很小的物资 只是几根铅笔而已 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些东西 所以大部分的物资包括就是维持 基本生活存需的大概食物啦 对 食物啦 衣物啦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等等 那所以一般呢 这个国际救援的单位呢 都是以物资发放为主 但是当然我们作为拼帅传爱的大使 我们要去那边做的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带去的 有别于其他的所谓物资资源 我们带去的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主要是第一个 先照顾好他们自己的健康问题 因为像我去的地方是主要是孤儿院 那这些孤儿呢 很多都是被放弃或者是 他们的父母也就因为各种因素 没办法照顾他们 那这里面呢 也有很多就是已经是重病 包括艾滋病啦 包括各种不同的问题 那第一个先把他们的 有方法让他们把自己的身体 先照顾好 才能够谈其他的东西 包括教育 包括其他生活的这个所需等等 所以在那边呢 我们就把这个最基本的方法 告诉 同时分享给那边的 包括工作人员 包括老师 包括院童等等 我跟他们分享这个又简单 又方便的这个练功的一个方法 他们很疼 他们早上四五点就起床了 在那边打坐 念经 念佛经等等 后来就现在又加上瓶帅 加上瓶帅 带给他们健康跟委定 那这张照片好像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另外一个时空 对 这位是非常有名的心灵导师 慕吉大师 对 这是慕吉大师 这又是什么样的缘分 这是在印度 2019年 因为我们受邀到印度的这个小村去 那主要发行是一位新加坡的一个人 我们的师姐 那他本身练瓶帅很多年了 他是这个慕吉大师的追随者 追随他很多年 是他心灵的导师 所以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瓶帅这样好的一个东西能够带进到慕吉大师的这个跟前 跟他做这样的分享 也希望他的老师能够如果锻炼这个身体能够锻炼这个气功的话 能够让他的身体能够维持更好的一个状况 是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到这个慕吉大师的住在地 那也很荣幸的被邀请到 请入私室 对 到他的这个小房间里面去 跟他的比较私密的追随者 然后在那边介绍瓶帅工 然后也表演了一些太极以及其他的武术给他们分享 那重点是 哎 慕吉大师很有意思 他看完了这个表演以后 他想一想 他说哇实在是太精彩太棒了 不行 那他就把门打开 然后就召集他的这个这个追随者 学生 他都回过来 来来来来 席地而坐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 这个分享交流 对 大家就请我们呢 把刚刚在房间里面做的这些事情呢 包括交工法 代表演 对 就在这个大众的地方来 跟大家又做了一次分享 结果变成了一次很欢乐的一个聚会 非常开心的一个交流 是 交流 对 所以呢 我们用平甩 来跨越国际 跨越海洋 跟全世界交朋友 谢谢您的收看 并且订阅梅门YouTube的官方网站 跟着梅门的标准示范 一起来 我们天天甩手 天天健康 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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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